一颗螺丝钉 一条自行车链条 一台废旧的汽车发动机 这些在他人看来毫无用途的金属废物 在山西手艺人李志眼中 却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十余年来 无数个废旧的钢铁零件 通过李志的巧手 变成一件件精致的艺术品 1972年出生的李志 是土生土长的太原人 三十余年来 他的创作之路从未停歇 集中最让他享受的 莫过于金属工艺创作 5月24日 记者探访李志 位于山西静中的工作室 进入院中 整齐排列的汽车发动机 便映入眼帘 我从年轻的时候 就是搞装修设计 因为我是学美术出身的 有一个机会在十来年前 就收藏了200台的汽车发动机 当时的目的就是想把它拆解 然后变成我想要的东西 我是当时对这个摩托车特别偏爱 特别喜欢这种机械美 就用这个拆解下的发动机 用写意的手法 做了100多个摩托车 对于艺术创作 李志有着自己的理解 按照他的设计理念 作品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和独特性 在其创作出的200余件金属系列作品中 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 山西太原是一个工业化的城市 用这种废旧金属来打造咱们的艺术品 既有欣赏功能 也有艺术性 就是变废为宝 废旧的东西让它重生 只不过咱们大家用的是笔画画 焊墙就是我的笔 这种金属就是墨 用这种形式来打造出一种不一样的作品 通过年轻时对静坐家具的收藏与研究 李志突发奇想 为传统工艺注入工业气息 我觉得咱们静坐家具通过这么多年的消费 就是创新程度还不够 所以我当时突发奇想 就是用咱们这种废旧金属来制作家具 结合起来非常有味道 既复古又传统 既然是一个普通题材 但是做到深度也是无止尽的 工作是一角 十二生肖栩栩如生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十二生肖被许多艺术家作为创作对象 但以被作金属构建拼凑组合而成 赴老题材以新视觉 致传统性以当代感 当时做这个兔头有若干种方法 但是呢 要找一个非常比较 贴合这个兔子特点的这种构建 这个是非常难的 可以说是大海捞针 这个龙是我下的功夫最大的 怎么样把它提炼出来 一个是它扭曲这个动态 还有它的这种气势 还用什么材料来体现 最终要达到这种美感 这种出来以后呢 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吧 创作过程虽苦 但当自己的作品受到民众喜爱 理智甚感欣慰 工业产品都有被淘汰的宿命 创新思维让它们重生 变成永恒 我觉得这个干什么东西 这是没有止尽的 只有不断地学习 才能逐步地提高自己的认知和技术 今后呢 还要继续做我以前的延续 创作更多的题材 创新更多的作品 要有新的东西出现 把自己的这种创新理念 融入到咱们的作品当中